《冠冠》 曹丕并故 次年 其子曹瑞继位 邦忠尧为太父 曹真为大将军 曹修为大司马 华新为太尉 王瓦为司徒 陈群为司空 司马懿为票继大将军 司马懿上表 棋手西梁等处 曹瑞逐游封塔提督 统领雍梁二州等处兵马 曹丕已死 如自曹瑞继位 诸臣皆不足律 归司马懿身有谋略 此人不留在许昌朝中 却去统领雍州梁州兵马 岂之不小 若将雍梁之兵训练成蜀 必为蜀中大患 不如先起兵法治 不可 丞相平难方回 军马疲惫 至于修整养絮不可远征 丞相 丞相若能以继带兵 使司马懿自死于曹瑞之手 便可除心腹之患 又常有何妙计 请快快将来 司马懿虽是卫国大臣 但曹瑞肃怀疑计 何不密派人往洛阳 叶骏等处散布流言 说此人将要谋反 好 说 并在多处 张天司马懿告示天下榜文 以正起反计 票计大将军总领雍梁等处兵马士司马懿 以信义布告天下 皇孙曹瑞肃无德行 旺自居尊有负太祖一役 今我应天顺人 克日兴师 以为万民之旺 告示到日各亿归命新君 如有不顺者 当灭九族 司马懿竟要另立新君 陛下 陛下 臣以此事乃属无奸细所使反见之计 使我君臣自乱 别可承虚而入 别可承虚而入 陛下虚家细查 不然 先使太祖五皇帝常对尘言 司马懿英氏狼固 不可负义兵权 久必为国家之大祸 此人不可不除 若属无成乱来宫 酿成大祸如何是好 内贼不除 岂能抵御外寇 太为怎知司马懿是内贼 文告在此齐心尽之 一纸文告不足为凭 好好好 众爱卿不必争吵 此事未变真假 但不可不防 众卿有何善策 陛下 若陛下心仪 可仿汉高祖刘邦 唯游云梦之计 假性安逸 司马懿必来迎接 观其动静 可就车前勤志 此计甚善 朕继率御林军前往 看他动静如何 报 皇上下诏要来安逸巡视 天子 驾兴安逸 必是来巡视我不兵吗 明日三军披挂整齐 列队出城相迎 以示为言 是 是 陛下 司马懿果然率领十余万兵马前来抗拒 反心一鸣 陛下误惊 带臣领兵前去问罪 若有反心 立斩不赦 是 天子驾临 准备迎接 正达 正达受先帝托孤之重 何故起兵谋反 文烈何出此言 我司马家族备受天子鸿恩 岂能有谋反之心哪 若无一心 为何率领众多兵马前来 文明是要 同谋不轨 文烈 误会 误会啊 一带兵前来迎接天子 是为了撞天子之威啊 误会 我 误会 误会 徊 必是武蜀奸细所用反箭之计 将是我君臣自相残害 他承虚而入 以当自见天子辩明此事 来人 将兵马撤回大营 是 请 陛下 陈受先帝托孤之中 安甘有反叛之心 此必是武蜀反箭之计 陈请提一缕之师 先破蜀后罚五 报效天子鸿恩 以明臣信 陛下 陛下 真伪难辨 不可复制兵权 可继霸归乡礼 请 既无反意 朕 也不予追究了 谢陛下 念你 统军劳累 少有歇息 献特命 操修总督雍良兵马 代你置之 陛下 如可谢侄 回向秀养 陛下 走 驾 陛下 禁卫主曹毕一王 曹魏新主 永良二洲统领司马懿 又被革职还乡 此乃天赐我乏为之良计 往陛下 查尘苦心 准尘北上 以图中原 渴望大业 快去 有成 你先去 快去 你先去 陛下 向父 所作何事 臣请北上伐位 早日匡复汉事 向父 曹魏远在洛阳 又未犯我边境 朕好相安无事 此朕所梦寐以求者也 向父平南归来 宝京 愿争之苦 何必又要弃朕而去 朕食于心不忍 北伐中原 匡复汉事 乃先帝之遗诏 陛下之大业也 伪贼不命 臣将 寝不安息 食不甘位 臣 岂敢有父先帝 临终之重托 是啊 有丞相在朕身边 朕便可高枕无忧啊 所以 朕不愿让相父远去啊 北伐之事呢 我们改日在意如何 退朝 陛下 相父早些回府歇息 你千万不可过分劳累 走吧 快走 我走 这个最后 查 你去哪儿 我走 这儿 我走 我走 快走 你走 快 我想乏为久矣 请司马懿重计遭贬 时不我待 否则将遗恨众深 陈亮眼 先帝创业未斑 而忠道崩促 仅天下三分 一周疲毙 此城危及存亡之秋也 亲贤臣愿小人 赐仙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愿贤臣 赐厚汉所以轻颓也 臣本不一 公庚南阳 苟全性命与乱世 不求闻打于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 未自往驱 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资臣以当世之事 有时感激 遂需先帝以驱迟 后职亲父 受任于败军之计 奉命于危难之间 二来二十有一年已 先帝知臣谨慎 故临崩基臣以大事也 寿命以来素业忧虑 恐妇托不孝 以伤先帝之名 故五月杜卢深入不毛 金南方已定 甲兵已足 当蒋帅三军北定中原 竖节奴顿 嚷出奸凶 兴父汉氏还于旧度 此臣所以报先帝 而忠陛下之职份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父之孝 不孝则至臣之罪 以告先帝之灵 陛下 陛下 一一字谋 以滋搜善道 查纳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 臣不胜受恩感激 尽当远离 尽当远离 恐有劲 空有劳神思 陈受先帝托孤之重 宿叶未尽 宿也未尝有待 神明天文 何故强违 天道便亦无常 其可偏托远 我将驻马于汉中 灌其动静 而后行事 陛下 被罚不可违也 我蜀汉地处偏远 将才匮乏 国力不足 一时尚不能与曹魏抗衡 既北出山高路险 异守南宫 君己不待 首尾难得相顾 此兵家之大忌也 古人云 君子自当知其不可违 而不违 拂望陛下 胜查之 陛下 纵观兵家战士 已少胜多 已若胜强者 比比皆是 建议大父 岂能健忘赤壁之战乎 陛下 若施此良机 用途偏安易逾 其安 又何以久存 量 如不能报先帝三顾之恩 托孤之重 随生 由不如死 相父执意出兵 朕就依相父之意 但不知相父去后朝中之事 由何人执掌 陛下放心 臣已有安排 这 郭佑之 董允 废义 为市中 总设宫中之事 是 相重为大将 总督御林军马 陈镇为市中 蒋婉为参军 张义为长使 掌丞相府事 内外文武大臣 同心辅佐 治理蜀中之事 不得怠慢 是 请陛下降旨 命臣新兵备伐 传旨 découvrir 沈舍 赞 成相 子龙将将 趁�she 丞相,我虽年迈,尚有廉坡之勇,马元之雄 此而为古人君不服老 今北伐典将,丞相为何置我于不顾 自龙,我自平南回都,马超并顾 我甚惜之,如折一条壁坝 丞相 晋将军年事已高,唐有闪失 岂不动摇一世英明,减确蜀军锐气 丞相,我自随先帝以来,与敌则先,临阵不退 大丈夫得死于沙场者,姓也 丞相,自龙愿为前步先锋 自龙,此次北伐中原,路途艰险 此次北伐中原,路途艰险 一人同气,谁 这,丞相 邓之随不才,愿助老将军前往破敌 丞相,邓之愿随我去,如何 好,拨五千精兵,请博苗率先破敌 是 传令,出兵北伐 祈奏陛下,边关急报 诸葛亮率领大军三十余万,出师汉中 令赵云邓之为前步先锋,引兵犯境 众卿,谁可为将,以退蜀军 臣愿往 臣父死于汉中,切齿之恨,未尝得报 今蜀兵犯境,臣愿引本部猛将 更起陛下此关系之兵,前往破敌 尚未国家效力,下报杀父之仇 此事不可 陛下,夏侯驸马不曾经历战阵 如今负以重任,非其所疑 更见诸葛亮足智多谋,身通逃略,不可轻敌 王司徒,莫非接连诸葛亮,暗围内应业 这是从何说起啊? 陛下,陛下,我自有重复学习套略,身通兵法 你愿敢小事于我,若不生擒诸葛亮,誓不回朝 陛下,陛下 而两位爱卿不必争吵 就命驸马为大都督,调关西诸禄兵马二十万,去敌蜀军 肯定是 曹瑞那个小皇帝 父亲 你猜皇帝陛下他派谁为大都督 大将军曹真 不对 大司马曹修 非也 那是 驸马夏侯茂 他 他岂能为帅 何必为此忧虑 任他派谁为帅 为将 监狱我等 毫无干系 一派无言 夏侯茂乃无用之辈 他任大都督岂是那诸葛亮的对手 我诸唯一 吴皇陛下 孔子云 名不正则言不顺 父亲 吴皇陛下 你一个下野之人 与庶民百姓无二 写奏章又有何用 嗯 夏侯茂 并关西诸鹿军马二十万 前来与我交战 魏军先封韩德带四子 并军马八万 兵进凤鸣山 急速传令赵云 邓之二位将军 在凤鸣山迎敌 务必取胜 是 慢 专相 那韩德父子五人勇猛凶恶 赵老将军年纪七旬 控难克敌 赵老将军力争先锋 忠勇不减当年 不必过滤 专相 北伐中原一急不一缓 趟旷日持久定与我军不利 文昌有何讨练 专相 我愿领精兵五千 寻秦陵以东 去到子吾谷而投北 十日之内可抵长安 专相出兵斜谷直通咸阳 如此进军可谋胜算 此非万全知己 唐有魏军谋事进言 射兵在山侧截杀 非但你五千兵马受害 我军也将大伤元气 进兵取道事关全局 尚需谨慎再三 专相 专相 非是我小看魏军无人 那夏侯帽乃是高粱子弟 虽为驸马却毋勇无谋 那曹瑞小儿将此庸庸蜀备为三军都督 此奈天助我成功也 专相 专相 急不可施 时不再来 我绕道拢右 去平坦大陆行军 既稳且安 何愁不胜 冒险之事量所不为 专相 绕道耳行舍尽求远 这 这 这不合兵家出其至胜之法 五役已决 你不必多言 这 是 赵云年已七旬 上任先锋 使其我中原无将也 不行 待我兄弟少时将他拿下 扫灭他一世英明 好 需小心营战 是 杀 来者何愿 快快报上名来 韩德长子韩英 来送你归天 你如此年幼便来寻死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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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穷儿 快走 谁敢来这 撤 快走 老将军 老将军受益期训英勇如械 今日一阵连胜四将 是所罕见 丞相以我年迈不肯见用 故此撩仪自表 来啊 押戒含有 向丞相报价 是 金小盛 不足挂齿 带那夏侯冒钱来 我必将去生擒 夏侯小儿 快来受死 都督 此人杀我四死 大仇未报 都督 让我战踏 赵云拿命来 快走 潘将军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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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今日如此惨败 就文赵云之名只是未曾亲见 今日一战 方信当年长板坡之事 果然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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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此无人可敌 如何是好 都督 都督 赵云有勇无谋 不作为虑 明日都督再去交战 欲先扶兵山路两旁 在临阵交战之后 都督先退 又赵云到扶兵处 都督可登山指挥 四面军马重重围住 赵云必擒 好 好 明日 定要诱他上钩 赵云 赵监险 小心卫军有诈 去加提防 量子汝秀小儿 何足倒在 我今日必生擒此人 赵 这样子 抢 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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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服老 竟将死于此地 快看 踢 都督快看 又有一队人马杀来 看 必备人来了 杀 杀 撤兵 快撤兵 赵老将军 丞相孔老将你年高 特派我来接应 先知快杀敌兵 杀 赵老将军 丞相特派我来接应 好 上 驾 驾 驾 租葛亮首次北伐中文 先锋赵云老当义壮 杀得夏侯茂连败三阵溃不成军 急忙逃向南安郡死守不出 赵云等将连日功成不克 夏侯茂死守不战 我军数次功成 军未得手 此城豪身成高不亦攻打 若只顾功成历时已久 魏军分道而出去去汉中 则我军为矣 必须令图良策 丞相 夏侯茂乃魏国驸马 若秦获此人圣斩百将 愿意将他围困于城中 岂可弃而不攻 南安城西连天水北底安定 称鸡脚之势 若强攻一城西北而成兵马 也能坐视不顾 若出兵偷袭我后方 我军则首尾不能相顾 那依丞相之鉴呢 只可智取不宜强攻 明日可在南安郡城外 令军事搬运柴草堆于城下 声称我军将要烧城 阳攻南安是为天水安定 两军兵马前往解救 这时我军于半路设伏兵监制 并夺取两军 两军失守 南安孤城也能自保 若天水安定两军 不发病来救 我将奈何 我已探明 天守太水马尊 安定太守崔亮 皆忠勇之士 驸马被围 岂能不救 此事不必多虑 诸位将军 明日清晨到帐前听后调钱 是 是 崔太守 都督命我杀出重围 来此报信 请崔太守火速出兵向救 裴将军可有夏侯都督文书 汗水已将文书尽事 下侯都督文书 亦难看清 本关我 我舍神妄死送信 望太守休要吃盐速速发兵 若难安失陷 下侯驸马遇难 必然怪罪 谁能承担此责 这 太守若不发兵 我宁可舍身返回 禀报夏侯都督知晓 裴将军留步 速点起城中兵马 前往南安 去救夏侯都督 是 太守 前面关心截路去路 后面张报杀来 杀 用海伏传令全军速度撤围 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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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菜走在此 东方吊桥 翠亮 所以取了此城 还不下马受降 快去天神军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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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